佛法好好在这个地方 教我们开智慧 教我们要觉悟 那要如何深信净土呢 首先必须要跟大家来讲解 这个信是怎么说的 而这个信最主要的 第一个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它总共归纳起来有七大类 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我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 那个鼓励 鼓励大家 我们有这个机会念佛 有这个机会闻到这个佛法 这个功德很大 所以我们互相来鼓励 没关系 我们这个修行不是每个人能够一帆风顺的 在这个世上没有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修行能够一帆风顺的 没有 没有一个人 所以呢 经过考验忍辱耐心 你才能够慢慢的增长 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祝大家六十吉祥 我们这个世上 现在这个世间不容易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苦 所谓的千人千帮苦苦苦不相同 但是没关系 我们念到这句阿弥陀佛 你把你的苦转为阿弥陀佛 把你的忧力转为阿弥陀佛 把你的烦恼转为阿弥陀佛 就会变成我们的菩提了